4月9日宣布参选香港特首后 香港前政务司长李家超 今早递交提名表 正式报名参加第六届香港特首选举 而在报名后 他会见媒体时表示 已经提到香港特首选举 提交786张选举委员提名表格 根据香港选举法规 特首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188位选举委员的提名 而如果要当选 则必须获得751票 如今李家超取得的提名票 就已经高过当选门槛 他表示取得选委提名只是第一步 到正式投票日 还需要每位选委做出决定 才正式完成选举过程 李家超原本是香港政务司司长 不过他为了参选 招签已经辞职 并获得中国中央批准 现年64岁的李家超 是从香港警队出身 当年预科毕业后 投靠警队 从见喜督察一路升迁 做到警务处副处长 随后又先后担任保安局副局长和局长 他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事迹 就是在安全问题上采取的鹰派立场 包括在2019年6月 香港爆发史上最大规模的反修例抗议示威活动时 时任保安局长的他采取强硬手段 对付示威组织和参与者 2020年6月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 大批泛民主派人士被搜捕 而李家超则赞扬国安法 令香港由乱转制 由于李家超在处理反修例风波 以及实施国安法时 立下汉马功劳 外界盛传他这一次参选是由北京请典 不过因为过去几十年 李家超的职业生涯都是围绕安全事务 经济 商业和社会政策并不是他的专长 观察人士和媒体分析认为 如果北京选择李家超 将反映国家安全 是北京最关心的头等大事 在香港经历社会严重撕裂后 李家超能不能使社会复合 让人心回归 暂时不得而知 但如果他出任特首 势必将标示着无关治港的开始